常听善知识教诲 善知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这个很重要 没有人提醒 我们会忘记 六道凡夫 非常健忘 特别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环境里面 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 都是在诱惑我们 迈向歧途不是正道 所以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一定要亲近善知识 善知识我们找不到 到哪里去找 祝佛菩萨是善知识 祝佛菩萨不在我们面前 我们供养祝佛菩萨的形象 天天天 斩量佛菩萨形象 恭敬礼拜佛菩萨形象 每一天读诵经论 这就是亲近诸佛菩萨 那么我在此地 帮助诸位同修 理解经论的奥义 虽然我们相隔得很遥远 现在我们利用科技 我们每一场的讲演 同时都上网络 请不吝点赞订阅